淑嫻, 有沒有食物?我肚子餓 媽媽, 想吃什麼都有 走吧, 志雲 你先走了, 我再跟媽媽聊幾句 就算你怎麼跟她聊 她也當你是曹志遠 這份東西簽好了就走吧, 走吧 沒錯, 志雲 你要聽老婆說才會發達 你也回到高知中夜了, 志雲 辛苦你了 教識志雲這麼多新的主意 這些事情她以前是不會做的 剛剛做完手術那幾天 我真的像老人痴呆一樣 什麼都忘記 但是一天好轉過一天 你來過一次這麼多 當然什麼都不知道 我故意讓你們以為我真是老人痴呆 腦退化 想看看你們搞什麼新花樣 想不到你們這麼狠 想連我的棺材本都拿走了 桑小姐, 你是家事堂無關 先走了 是 是 你一直在裝模作樣? 你何嘗不是一直在志雲面前裝模作樣 你怎麼這麼早? 當然要早 不是他們怎麼可以騙到一個腦退化的白奕婆 就是要等你們一個人一個不在才去做 我 對不起, 媽 有什麼大不了? 我早就知道你偏心曹志遠 根本就什麼都不會留給志雲 沒所謂, 那我們自己繼續努力吧 媽, 你好好休養吧 媽, 他們做了什麼? 他們要我簽一份 把百分之九十的資產移交給志雲的文件 真是離譜 巧兒, 有他 媽, 你精神好很多了 其實媽媽早就好起來 她就裝成這樣欺騙那個宋子華 想不到那個女人 算了, 算了, 過了 媽, 我看你身體已經痊癒了很多 我有件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是不是想請莫雅文幫志遠辯會的事? 你已經知道了 淑行告訴我 那你覺得呢? 我想是時候, 我、你和她 三個人坐下來好好談一次 有嵐姐, 我一直很擔心你的身體 現在看你好了, 我就放心了 是呀, 開始那三、四天 我都以為自己無法康復 我都以為自己無法康復 媽媽, 吉人自有天相 後天就要上庭了 你怎麼看? 可以贏 要看潘少奇的口供 潘少奇的師生會這麼混亂 又有這麼多男朋友 這個項目會不會幫到志遠呢? 我作為律師這麼多年 從來不會在這個項目下手的 作為女人, 絕對不會為難女人 這樣太好了 現在這裡真的有三個女人 巧兒也大過了 我覺得我們三個人都應該直說直說 大家交了一次心 在開庭之前, 不要有任何疑慮 當然了 那我問你 你回來香港之後 有沒有見過志弘? 是 沒有單獨見過 他知道你是他親生媽媽嗎? 那次你回來香港 他開車送你回酒店 為什麼不說清楚? 因為我對你的承諾 我應該相信你 有一件事我必須告訴你 三天前宋子華來找過我 他已經查清楚我是志弘的親生媽媽 他說志遠對志弘很好的事 志遠覺得自己入獄是因為志弘的關係 如果志遠出來的話 一定會對志弘不利 所以他希望我不要幫志遠 這個女人 如果我今天不問你 你會不會說這件事? 不會, 我拒絕了她 因為第一, 我的專業精神 容許我這麼做 第二, 我上一次 只不過控制不了自己的武性 想見她一面 我已經滿足了 現在我並沒有他求 你不想武子相應? 不會了 如果要相應的話 我很多年前都可以這麼做 分開了幾十年的武子 就像分開那夫妻一樣 中間一定會有怨氣 既然我跟她自有武子之實 而無武子之緣 就讓她自己跟自己的命運走 好可憐 玉蘭姐, 她現在是你的兒子 我看得出你對她很好 但是你仍然會替志遠辯護? 一定, 而且要替她取回清白 在這件事上 我很懷疑宋子華她插過手 因為她太在意了 巧兒, 記不記得我在英國的時候 跟你說過什麼? 你說真相往往難以接受 是 我不排除志弘也有份參與這件事 她倆還趁我病 想騙我簽一份資產轉讓文件 那衰不重, 亦不怨疑 好, 雅盟 既然你這麼光明淚落 我都不會小器 我相信你 好 那我們以茶代酒 大家齊心協力 打贏這場官司 好 HELLO YouTube的觀眾 記得Subscribe我們這一條的Channel Like這條片, 按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每一條新片了